沈先生 我今天来 主要是因为 王董事长生前 委托我们天聚律书事务所 立了一份遗嘱 并且已经搬成了公证 可是现在 王董事长已经去世了 可是按照法律效力 遗嘱已经生效了 王律师 您是董事长生前最信任的人 也是邦力集团 多年的法律顾问 我和小慧也都非常相信您 我们想知道 遗嘱是什么时候立的 是去世的前几天 按医生的要求 王先生需要住院治疗 接受心脏手术 但是王董事长有些担心 怕手术失败 所以提前找到 我们律师事务所 还有法律工程处 提前履行了相关的手续 这个呢是遗嘱 两份 一份是原件 一份是复印件 这个是公证书 两份都是原件 我希望二位能够 分别认真地看一下 这些文件和资料 遗嘱的内容 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财产 和股权股份转让 份额的内容 关于财产 由二人共同使用 公司的股权 王小慧占百分之四十九 沈浩强占百分之五十一 什么 你是不是弄错了 没有 是在这 王董事长生前 就是这么分配 他的意思是百年之后 希望您接管帮力集团 这样继续经营管理 我想他这么做了 一是有他的一些见底 二 也是他对您信任的 一种表现 王小姐 您有什么意义吗 饭了 你怎么完全不告诉我 我这个时候 您还在替我们着想 昨天公司召开董事会 会议期间 由法律顾问王连青律师 宣读了王邦丽先生 临终前遗嘱 并出示公正书 会议还增选 沈浩强和王小慧 两名董事会成员 并选举沈浩强 为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选举王小慧为副董事长 王邦丽先生 虽然与世长辞 但邦丽集团的旗帜 是不能倒的 公司各部门的工作 不能受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 我们公司全体 高层管理人员 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 将公司的成绩 再带上一个新的团队 王邦丽先生 升天队我不薄了 我绝不能忘恩负义 并且会一如既往 全力以赴地 支持沈董事长工作 绝不做任何对不起公司的事情 沈总 你虽然年轻 但放开大胆地干 我们会保驾护航 全力支持你 谁敢挖枪脚 或者拆谈 捣乱呢 我们坚决不允许 给予严厉制裁 沈总 你放心 我们一定团结在你的周围 竭尽全力 配合你的工作 谢谢大家 在这儿 我代表我爸王邦丽 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支持和帮助 没有你们 就没有公司的今天 谢谢 谢谢你们 各位 让我们齐心协力 将帮丽再创辉煌 真是邪了门了 沈浩抢 穷光蛋一个 那凭什么呀 他还芝麻开花节节糕 不知道他走了什么大运啊 不过您放心吧 要想领导整个邦丽集团 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得垮 做生意 不像打形骂俏 更不像讨好王邦丽那么简单 走着瞧吧 好戏在后头 现在王邦丽没了 姓姚的又是我们的人 你想捏死他 可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目前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和沈浩青正面交锋了 然后 美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您齐开得胜 对 态下来 对